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希望我们结合南部地区所有的剧团 然后在网路上共组一个虚拟的网站 它叫南系小镇 这几点就陆陆续续我们就发展出 我们来做一些跨界的演出 台湾玉剧团成立至今 不断积极推广并精进传统记忆 能够把玉剧这门艺术 这门能够传承下去 能够延续下去 这就是很大的功劳 很大的成功 对于传统记忆的传承 台湾玉剧团则无旁贷 让现代青年了解玉剧的魅力 并投入学习 是台湾玉剧团的一大使命 台湾玉剧团呢 它有它的特色 我们演员不但要唱玉剧 他还要演出实验剧 还有些演员会支援歌载诗 包括金剧 当初毕业的时候就觉得 有一个莫名的使命感 就觉得哎呀 班上只剩下我们这一班 那尝试看看 如果当成一个学生 如果真的跳脱这个身份 变成演员 把它变成一个工作的话 我能不能胜任 我觉得身为一个青年演员呢 不仅是自己的记忆要提升 然后更要全方面的 多元化的去学习 像金剧啦 歌仔戏啦 一些传统戏剧 它们的优点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从团长说起 我觉得它是我们的 很重要的精神支柱 有机会的话 会帮我们找很多老师 帮我们找很多的资历 导演在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 在舞台上面呢 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他常常在家会 先做好功课 然后我们都会想说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可能一天要 不要看很多的戏 然后他第二天来呢 他就马上能够消化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很重要 那也是我们年轻演员 后背演员呢 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带领台湾玉剧团 耕耘多年的玉剧皇后 王海玲 看着青年演员挑大梁演出 内心甚是百感交集 对于传承 有相当的使命感 玉剧是非常容易 亲近的一个剧众 只要你看了 就会喜欢 另外我觉得传承 非常重要的就是 要让年轻人来参与 不但是观众需要年轻人 但我们的演员 更需要传承 观众的眼光 还是主要放在演员身上 但事实上 我们一句话叫做 杀魂兼敌 气魂兰敌 就是 演员的表现 有时候要 靠这些乐队来帮衬 而且它占有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因素 今年 玉剧青年演员 即将在年中 举办回馈演出 期望能够 借由青年创意及活力 为玉剧注入新的色彩 这一次台湾玉剧团的 这个年中 特别回馈的 这个演出活动 是把一些比较老戏的 一个精华的片段 可以让观众朋友们 看到我们玉剧 年度回馈演出呢 是以这个 玉剧的青年演员 来做一个分配 那所以呢 那导演呢 在这方面呢 他把所有这个 青年演员的特色 然后呢 呈现给观众 其实有一群 年轻的演员呢 在为传统戏曲 默默地做努力 然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进剧场 来继续支持传统戏曲 台湾玉剧团 在自身前辈演员的代理下 完成了一次又一次 不可能的任务演出 及使命 最主要是维护传统 激励创新 艺术教育 社区营造 国际交流 其实在整个玉剧团 整个运作的这个过程里面 不怎么去跟这一个 在地的这一个力量 是做结合 当然我们也更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再拓展了 国际交流这个区块 那整个的这一个 氛围新作的问题 所以让这一个团 能够持续永续发展下去 遇见传统记忆 爱上台湾玉剧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